朋友問 信儀光臨9、6、8 看看成交的方法 過往的5天主動買入的有68% 而這個是主動沽出的大戶計 所謂大戶即是每一單他們買賣是100萬或以上的 這就是32% 今天不同了 今天大戶是主動買入的有80% 而這個沽出的只剩下20%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主要成交價格會升17.1 17元 17.3 以及17.38 而成交開始要留心 有少少是回落 若然是這樣的話 大家就需要留心一下 那個股價就是順而光臨 周線圖上面 是試挑戰保利卡通道的上軸 周線圖 現在這個是日線圖方面 是沿著這個保利卡通道的上軸 是移動 基本上都仍是可以看好的 有貨的朋友繼續拿著 沒有貨的話可以起16個半左右 是級了 那麼它上面的目標價呢 是可能會去到18元 以至21元的 那21元就是這些水平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在這裡形成一個是 破一個是雙頂 雙頂的項線在這裡 破這個雙頂的項線在這裡 這樣你就會看到它會在這裡的時之中 就是 拿這裡的幅度 那就會可以去 大致上就過來這裡 21元左右 這個是量度的升幅 五次 兩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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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